您好 您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弟子给您请安乐 请师父慈悲 看一下1947年的猪 他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47年的猪是吧 对 看一下他的身体 腰不好 对 记性不好 对 眼睛流泪 是 耳朵有一个听不见 是 喉咙不舒服 咳嗽 肝 是 他的心脏和肺 都不是太好 经常胸闷气急 上不来气 是 嗯 上不来气 对 还有 肺 肺不是太好 再加上他的肠胃 我看到他的肚子这里有刀疤 他动过手术没有啊 他彷徨癌手术 去年的9月25号 他说 刀疤不长 这么 这么长 明白了吗 嗯 关节不好 腰椎不好 对 钱的血也不好 小便不干净 小便有血 他现在夹尿不湿的 肾脏很大的麻烦了 听得懂吗 第一 叫他每天要喝大杯水 天天早上喝 第二 叫他要每天念往生做四十九遍 以上 因为他过去有沙咽 对 他俩四十年 从年轻的时候就替鱼 天天替鱼来的 活鱼 活鱼对 他就喜欢吃活鱼 是 还有 叫他要当心 他欠的一个人的 跟那个人过去感情很好 这个人死了 现在经常到他身上来 他现在身上有灵性 对 是一个女的 反正不是你妈 是你爸爸过去的女朋友 死掉了 现在来找他了 找他来了 他需要多少张小房 放多少鱼 蛮年轻的 我看你爸爸跟他两个人好的时候 也就是二十几岁 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那个女的脸大大的 忏悔啊 对不起人家了 现在人家到你身上来了 还有啊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我看他 你说他 我看看他有没有阳寿 他现在几岁啊 他今天是六十九岁 是一个官 对 过得去 他这个官过得去 他真正的死要到 不能讲 说吧师父 没问题 说吧师父 没问题 讲了他 他其实是不能讲的 他听不懂 他听不懂 他日本人 日本人啊 对 你也不能种族歧视 你稍微当心一点 七十四岁的时候 是一个官 这个官如果过了 就没事了 如果这个官过不去 就走掉了 七十四岁的时候 但是这个六十九 也是一个官 是 明白了吗 师父的需要放上多少鱼 你帮他念念经吧 念了 小房子 稍一百多张了 其实这个人 人还是蛮好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 比较花 现在很老实 是 自从 自从 自从跟你之后 他就变了老实很多 是 看得出来的 师父他需要多少小房子 和放上多少鱼 你帮他念 两百七十张小房子 好 好吧 放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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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生要三千条鱼 慢慢放 用不着一次性放的 好吗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谢谢师父 嗯 他没什么大问题 他主要是这个 这个女朋友在他身上 师父他把就是从一三年到现在联系四年 每到过生的时候就出大事 什么 从一三年到现在联系四年了吧 都是四月一号过生 都是四月份的时候出事 今年的是 这还不懂啊 对 四月份中国什么日子了 清明呀 他正好是四月一号生 啊 你想想就知道了 他今年过生的时候是三月三日一号 我告诉你就会出事 你要叫他泡脚 明白了吗 好 感恩师父 就帮他好好的努力 好 感恩师父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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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